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各部會首長 還有院長 大家好 那請院長 王委員好 院長,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肥料漲價了 您知道或不知道 農民所用的 常用的肥料漲價了 院長,您知道嗎 那是因為跟整個原料有關係 好,如果您說的 跟整個原料有關係 那是不是 漲的該漲 降的我們該調降 是不是應該這樣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有關肥料 漲價的問題 其實我們對肥料的補貼 在97年到民國 100年 我們一共補貼了150億元 我知道,你98年 58億嘛 99年你補貼25億嘛 100年的時候35億嘛 那我問你 你今年 編列多少預算要來做補貼 26億 那為什麼你用26億 你的基準點到哪裡 那你是不是在去年 你就預謀今年肥料一定要漲價 我分兩點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肥料的補貼 在漲價的部分 我們還是補貼90% 第二點就是我們一直推動 合理化施肥 那一方面推動合理化施肥 你的效果如何 效果是不錯 你效果不錯 但是就台肥所提供出來的資料 這幾年台肥的肥料 它的出產量是持續在上漲的 也就是說你們在報告裡面自己講的 你們平均減少了35% 你們減少了肥料幾每公斤 每公頃的成本是降了3500 但是問題是從台肥出來的肥料量 還是持續不斷的上升 那你就破功了 不是我跟委員報告 台肥它有一些 我們政策上的任務 私人的肥料公司 因為肥料原料漲價以後 他就不出肥料 所以台肥當然會增加 因為私人的肥料公司 他不願意去承擔 我現在想要問你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101年 你只編列了26億 到底夠不夠 我想如果我們按照這樣子的方式不夠的話 你怎麼處理 我們會再去挪我們的預算來補貼 你要從哪裡挪預算 我們工部門的預算 是可以這邊挪來挪去的嗎 這是例行性的東西 它是慣性的東西 為什麼你們不一次編主 然後找這些弱勢的農民下手呢 你們農委會是嫌事情不夠多是不是 又是美牛事件 又是雞的問題 現在又是豬的問題 你現在要搞到我們把農民 帶上街頭來抗爭 跟你來抗爭嗎 是這樣嗎 不過我想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肥料的問題是長久以來的問題 為什麼台肥會增加35% 就是我們很多民間的肥料公司 他不供應肥料 我們必須去取得一個平衡 在某一些肥料的項目裡面 台肥是可以供應的 某一些肥料裡面 它的能量是不夠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跟委員報告 好 就你剛剛講的你們不斷的在推動 所有合理化的一個施肥的這個相關的業務 你讓你自己 就你自己來打分數 你覺得你值得打幾分 我想我們持續的推動 那在這一次的這個條價裡面 因為我們的施股收購 以及稻股收購的這個 價格提高以後 增加農民的收入 所以你就從補助這個肥料的部分來跟他砍 是這樣嗎 不是 我們農委會是這樣照顧我們的農民嗎 不過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整個照顧農民的方面 補貼並不是唯一的辦法 我們農委會的預算裡面有 百分之六十三都是福利 我們只有百分之十可以做我們的農業轉型啊 所以我們是希望合理化 讓他能夠跟國際一樣 所以我在問你啊 你合理化的狀況 你人認為你這段時間所推行的績效到底有多少啊 我想我們的這個績效啊 就可以從我們的使用數量 因為農民他沒有感受到你們的整個政策 因為對他來講沒有實質的效果 你為什麼不比照我們的台電呢 他為了做所謂的節能減碳 他推廣的所謂的電費折價獎勵的節能一個措施 很實質的 你少用電我就跟你折扣多一點 你為什麼不把你的這個推廣的這個相關業務的費用 一併用點腦袋去做這樣的相關的一個讓農民能夠感受到的一個政策呢 我想給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都可以參考 但是你一味的補貼農民大幅的補貼 他對於肥料的減量他並不在乎 他並不在乎 所以我就告訴你啊 你們去用另外一個政策嗎 我就已經舉例跟你講了嘛 台電的這個節能的效果政策很好 他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補貼方式 用更讓民眾知道說你少用電 我就直接補貼在你的電費裡面 你也可以跟農民做這樣的一個教育啊 你少用肥料 我相對的我肥料就賣你更便宜啊 這不是一樣的政策嗎 我們可以去做參考 我們期待你們 不要再一直跟這些弱勢的農民在爭利了 拜託你好不好 不要再嫌你空格太少了 我看你單單最近為了美牛事件 為了情流感事情 我看我們院長頭髮白很多啊 拜託你們不要再出狀況了好不好 那另外的話 你們確實 預計今年要把農 肥料補貼降到百分之七十嗎 我們看整個 你有這個信心你一定這樣做嗎 就是合理化施肥是吧 不是啊 我看你的肥料補助啊 會從原本的百分之八十八 一直降到 現在你們你們要漲價的部分啊 將到百分之七十啊 但是這個 你會繼續跟他蠻幹下去嗎 不是 我們是看到整個國際的價格 也要 顧慮到整個肥料的供應量 主委 是 你有差這零點七億 我有細算幫你算過耶 你這個肥料調漲之後 你不過也才彌補了你十七億不足的零點七億而已耶 但是你知道你這零點七億造成的民怨有多少嗎 你是憲我們現在的政府去民眾也不夠嗎 我們真的要繼續做五感的一個政府嗎 有那個意義嗎 這一點我們會加強來宣導 那 事實上啊 這個整個農業的發展 我們一直用補貼來 讓這個農業這樣子維持也不是長久的辦法 在你沒有更好的一個辦法之前啊 我就叫你要用腦袋啊 你去想如何讓他肥料少用啊 不要繼續用化學肥料啊 對不對 你是去創造我們農民也贏 政府也贏 環境也贏的三贏政策好不好 用點腦袋可不可以 主委 拜託你 可以嗎 好 我再繼續請教 院長 什麼叫做梨農政策 梨農今天 請院長 這應該是馬總統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見喔 我們在下鄉 在幫民眾在宣導的過程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見喔 請教 像譬如說我們現在做這個小地主大電農 其實就是一種這種方法 就是讓這個有限的農地 讓一些這個年輕人 年輕人力能夠一起來加入 這樣活化農村 是用這樣一個概念來處理 好 讓一些這個原來他已經年紀比較大的 或者說他不太適合在做農業 離開這個農業 那我講一下你們今年的一個條件 離農政策相關津貼要領的條件 是不是農保年資五年以上的六十五歲的農民 只要願意把他的土地出租出來 給五十五歲以下的青壯農民來做耕種 他每個月每公頃可以獲得兩千塊錢的一個補助 這是不是就是離農今天 而且最高不得超過三公頃 所以最多只能領到六千元 沒錯吧 好 請教主委 那你們今年的目標到底是多少公頃 我們今年的預算是七點二億 目標幾公頃 目標的話我們是要看著這個實際執行的情形 好 那你到現在執行到哪裡 核准了多少公頃 到現在已經三月了 這一點我要再查一下 不用查了我幫你查完了 謝謝 你七點二億依照一公頃兩千塊錢的話 你是應該有三萬公頃 到現在核准的案件叫做零 執行率也是零 那我請教主委你年底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那為什麼你到現在執行率這麼不佳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想我們會對於這個辦法來進行檢討 主委不能檢討了 這馬總統重要的政策 政見 你讓馬總統跳票了你知道嗎 不是 就是說他這個規定 是不是可以有更放寬 或者是什麼樣的條件 那我再請教 你等於現在你都沒有政策 那你變這七點二億幹什麼 就按照這樣的方式來推動 推動 啊如果說這個推動有困難 我們隨時可以修正我們的辦法 那我再請教主委 如果我們的農民 現在農民有疑慮 因為過去三七五減租的過程中 土地最後地主要分三分之一給電農 所以現在的農民他們怕怕的 他怕說他把土地拿出來之後 沒有未來土地還是不是他的 所以他們不太敢來申請 這個是一件 第二個 你所謂的小地主大電農的這個 這個政策到目前為止 你們也應該去檢討看看 實際上執行的效果到哪裡 在我們一般的鄉下地區來講 還是沒有年輕人肯回去奏產啦 說實在一點啦 所以你的政策的問題 是真的是需要再去檢討的 那現在農民 如果配合了我們這個離農政策之後 把農地拿出來出租了 我請教 他會不會喪失他的農保資格 他還可不可以領他的老農津貼 請回答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把它解套了 他還是繼續可以 有農保資格 確定 也可以領老農今天都沒有問題 即時十年二十年都不會喪失他的資格 是不是 就看他的出租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只要我土地沒有過季嘛 還是維持是他嘛 持續十年二十年出租給人家 他的這個農保資格 以及他的老農今天是不是完全沒有變動 是 我們會這樣子 對啊 那你這個部分就要很吉利的 讓我們的農民知道 政府有這麼好的一個良策啊 問題是基層民眾不知道 他怎麼知道來跟你申請 所以你的執行率你當然是零啊 對於三七五檢築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宣導啊 可是這一個農民的顧慮啊 都一直還在 我們也不曉得用什麼方式 我們也請委員能夠多多幫我們來 說明 好 我那天有看到媒體他特別有講到喔 主委你在學校的期間 你也一直不斷的希望來提這個離農政策 是不是 我記得媒體在訪問你的過程中 你也表示說你在校期間就是如此的主張 然後農委會呢朝向這方面在做規劃 那我也請主委你具體說明一下你的主張跟農委會的規劃 不然我想主委最近都忙著美牛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一個措施啊 我想那是兩件事情 我在十五年前在畜牧處長的時候 剛好遇到我們開放 既產品進口 當時有一個梨木政策 那個是做產業調整的一個方法 那現在的梨農政策 梨農這個跟那個不一樣 我們那個是把整個養豬產業跟肉雞產業的工作權 停掉六年 就土地的使用停掉六年 那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我們也是認為 未來的農業 必須有年輕的農民 能夠來加入 那你要加油啊 你要用點腦袋去想些相關的政策 吸引這些年輕人回來啊 現在我們在基層上面就要談啊 現在有個行業是最棒的啊 現在就是自己養雞啊 自己養豬啊 自己種田啊 自己種菜啊 現在現在這個行業最好啊 不然現在是真的外界要說不知道吃什麼啊 什麼東西真的都不能吃啊 每個事情都出狀況啊 現在到菜市場連雞鴨鵝都不能吃 不能買不能吃啊 這個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在國產的這些產品裡面還是安全的 這個是大家都一直把它 我想在超市在台北人的生活裡面 大部分的人還是到超市去採購東西 所以你請他們有安全的標示 我想那個都是很OK的 但是我們畢竟中南部不像台北生活這麼優渥 大家都到超市到百貨公司去買菜 我們很多人真的都是到傳統市場去買菜 這個部分如何去讓民眾吃得更健康 我想主委跟院長你們的責任真的是很重 這部分的話也麻煩你們再做這方面的一個加強喔 那針對剛剛的梨農政策 我想主委你好像也沒有一個大方向告訴我啊 不過這個梨農政策喔 它是配合小地主大電龍 它並不是這個像我們以前做的這個梨木政策一樣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一步一步來 比如說像這個水稻田調整 就是休耕 我們一年花掉一百億 既沒有增加生產量 也沒有增加工作機會 可是每次要檢討這樣的政策的時候 我很贊成你的這個論點啊 論調啊 因為確實休耕我們都在說我們自己糧食不足啊 是啊 但是在我們一般的農民 確實是非常多是休耕的現象 造成我們所謂的一些農地沒有好的妥善來運用啊 我現在要請農委會再去檢討一下 我們到底是不是需要那麼多的農地啊 如果我們不需要那麼多的農地 很多上面都已經蓋工廠了 你為什麼不適度的給它開放呢 讓我們的真的在中小企業 他們能夠好好的去精進他們的企業 不然我看真的啊 農地上面蓋工廠的 在中南部一大片啊 那他們如何能幫他解套 那你每次一跟你們協調 你們農政單位也都很自我的認為說 我的農田就是不能做別的一個變化 我想這個思維你們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探討了啦 這個我會好好思考 但是呢一個國家不能夠沒有它糧食生產的基地 到底這些基地要怎麼去分佈 我們現在已經有第二年的這個研究報告 我會很清楚的來規劃 因為我也是來自屏東的鄉下的這個農地的小孩 所以你應該知道普遍性在農地上面蓋工廠的問題了吧 我很清楚 那你知道為什麼基層的基層的失業會那麼高嗎 因為這些中小企業投資下去也不對 因為他是偽張工廠 他不投資的話這些員工就沒工作了 那你叫這些中小企業何去何從 結果各個部會我每次一問就是 我們農委會針對農地政策有很大的一個堅持 我想這個部分真的要拜託院長這邊 責成相關的政務委員 對這個問題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 因為我想勞工他是希望就地來就業的 他並不希望去去離鄉背景到台北去到高雄 他真的很希望就地去做他的一個一個就業的 但是往往就像我講的企業沒辦法再投資再提升 原因就是地目不合 這個是在中南部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利用這個機會也讓主委你知道 因為就我以前當議員也好 當鄉鎮長也好 每次談到這個問題的話都卡在我們農委會這邊 所以希望你們也真的去思考說我們有一定的量 但是我們的量有沒有需要到那麼多 沒有的話適度的開放 讓中小企業去活絡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你這個離農政策我如果沒有印象沒有錯 應該從87年 我們很多委員就開始提到這個問題了 一直到現在你們也委託了非常多的國家 愛爾蘭德國日本去做了相關的一些研究報告 也希望說你們儘快完整的版本送我們立法院快點來審理 讓我們離農政策能夠及早落實 讓馬總統的政策也能及早落實這樣好不好 我站在農委會的立場 我們非得必要的時候我們做農業的轉型 而不是農委會主管農業生產又要離農 這個是一個很矛盾的這個 沒關係 你們去研究好不好 那另外的話我們現在從加入WTO之後 我們的農民就很弱勢喔 那我們又要加入TIFA 又要加入FTA 我們總統的目標還要加入TPP啊 你這個農委會啊 你要想到一個因應的方針出來啊 不然我們的農民真是要担死啊 很多強的國家它的農業都很強 好啦拜託你啦好不好 我後面還有啦 來 再來我想要探討校園營養午餐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當然涵蓋了農業的生產 食品的安全 營養 教育 還有我們商業的一些經營 以及行政的相關的一些管理 來院長 教育是百年大忌 苦不能苦小孩 你能認同嗎 對沒有錯 所以過去我們行政院消保會 一直說持續的會做那個營養午餐原料 以及團散的這個 陳曼單位的檢查 我們雖然先天不如歐美國家的體格 但是我們透過營養的一個加成 我們目前最近這幾年 我們的小孩子的體格成長也不錯 你能認同嗎 可以嗎 從數字看起來是 應該是有在成長 都有嘛 再來 統計上面也看得出來 所謂的這個糖尿病 所謂的腎臟病 所謂的這些慢性疾病 所謂的這些慢性疾病 也有慢慢年齡往下移 甚至兒童化的傾向 你能認同嗎 對是有這個現象 可以 好 我今天要告訴院長 我們的營養午餐好毒喔 我不知道是要用問號來問你 還是要用驚嘆號來問你 我們以前在學校推行五遇 部長拿五遇 得志體學美 好 要再加一遇 要再加一遇呢 不然喔台灣會亡國呢 會很快 要再加十遇啦 十的部分真的是要好好的再去做探討 很危言聳聽的說法對不對 來 衛生署統計資料 九十九年全台中毒校園發生了一百一十六件 而校園的中毒人數高達了三千六百五十五人 佔了中毒的這個病犯百分之五十三 也就是說兩個食物中毒裡面 有一個是出自於我們的學生 好 部長上任之後也很認真 我看你有有透過全各縣市的一個教育局長的一個會議 你有責成他們該檢驗該做加強 好那我就舊教育部長 我們一百年九月抽驗營養午餐的食材到今年二月 請問你們總共抽驗的幾件 我們抽的應該是有 十七件 呃不是 十七件是跟肉品跟這些相關的 這十七件當然大概都沒有瘦肉精的問題 不過我們從去年的這個十一月到今年三月應該是有一百五十八啊 好部長你是學理工的就全國這麼多的學校 你能認為這個比例符合 其實這個比例是不足的 坦白講我同意這個委員的這個意見 不過就是說我想在營養午餐的我跟您做個報告 我們有幾個面向正在做 一個是比較從政策上營養午餐的這個推動 未來我們希望這個學校裡面 儘量都能夠設有自己公有的這一個廚房 那現在是大概只有八十一% 我們在幾年之內希望達到九十% 可是當然比較大的學校要做這個公有廚房 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你知不知道營養午餐食材品質不佳 安全堪率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對這個我想也是一個一個招標的整個的政策 過去的這個招標的方式 我希望就是說我們用最有力標來做啦 部長是價格問題 講的是一樣 好 好那中小學生的營養午餐 平均一人一餐是多少錢 您知道嗎 五十塊錢 你們台北市吃比較好啦 就是我想這個五十塊錢這個數字是跟您報告 台北市吃比較好 你們台北市吃比較好 所以有時候不要常常用台北的觀點看中南部 這樣民眾真的會無感 沒那麼高 你真的再去調查一下 我們對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跟這個幾位 如果說有營養便當的大概在二十到四十五中間 五十的是台北市啦 比較高啦 好局長我再請教一下 扣掉人士開銷運輸成本 以及不肖校長的回扣之後 用在實際上參費上的 平均是不到三十塊錢啦 所以一分錢一分貨嘛 廠商自然要有力嘛 所以只能去買一些 可能含有收肉精的東西 可能含有抗生素 或者有殘留農藥的一些青菜 委員特別跟您報告 就是說我們已經全面的做了檢討 希望未來在整個採購的這個機制上面 能夠採最有力標 而且在招標的過程裡面 委員的領選各方面希望是能夠 因為現在在公共工程委員會 上面的只有五十幾位 我們會比較全面的在製作面上做 我知道我們沒有很多錢 每間學校都去開蓋廚房 但是我想周遭學校的資源可以去做統和 類似像中央倉儲的概念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來努力的一個部分 謝謝 那我也請我們院長 因為他相關的營養午餐 會牽涉到所謂的教育局 農委會 甚至是衛生局 我也拜託 折成我們的衛生署 我們在檢驗的過程中 也能一併把學校併進去 這部分是第一個的請求 那再來的部分 我要再來探討的就是說 有關於我們這個食材的部分 跟農委會有相關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地生產的食材 是不是能透過我們這樣的營養午餐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機 平均營養午餐 我們大概有一年有180億的商機 我想這也是農委會相關的 我們的一些單位農委會 他能夠做好的一個很好的一個 產銷的一個方式 所以希望說透過我們的這個 院長的指示看有政務委員 來統籌的這部分的一個協調 讓我們的學童真的能夠吃出健康 然後吃到最新鮮的一些蔬果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部長 我記得沒有錯兩年前 我們部裡面曾經就要全面補貼 所謂的中小學營養午餐 編列了將近280億 結果後來是因為我們的這個監察院 做了相關的一個反對 我們才停止這樣的動作是或不是 對我想其實還是有一個排庫的一個考量啊 就是說不過現在事實上有一些縣市政府 他們還是做了這個免費的一些提供 所以表示部裡面還是有錢嘛對不對 其實部裡針對這一部分 那為了讓我們的孩童吃的健康 免費的營養午餐有四類 就是說這個低收入部 部長不要急啦 我時間有限啦 先聽我講完啦 為了讓我們的孩童吃的健康 我真的很敢配有幾個縣市首長 包括彰化縣卓縣長 他中小學的營養午餐是免費的 包括現在我們的新北市 我們的這個市長 他也開始在試辦了 我們讓小孩子每週至少吃一餐有機的東西 我想這樣的一個要求 部長你覺得會不會太過分 我覺得很好 其實就是說我們有一天 Vegetarian 就是有一天其實全部吃素啊 或者這樣子來做一些推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我講的不只要求吃素啦 吃素也很好啦 我指的是要求吃健康有機的蔬菜 蔬果醬可或不可啦 可以可以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推動 沒有問題啦齁 那這部分請你們再去做努力齁 再來我要談一下 那個電調帳的一個問題 院長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電調帳 是不是確定一定要調帳了 我們只有談到說價格合理化這個問題 那價格合理化現在是 不管是電或者油 是請經濟部 再做一個全盤的評估 今天 今年會不會調帳啦 部長 會不會 目前在研議可能的一些左項跟做法在那邊 你再不調的話 台電要破產咧 不是嗎 目前台電去年的虧損 要調或不調 今年調不調 如何做價格合理化目前是在研議可能的做法 可以的做法你要怎麼做 目前是在研議中 研議中啊今天不敢講啊 我真的是在研議中啊 蛤 真的是在研議中啊 是的 好 那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過去工業用電的價格是不是低於民生用電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民生用電的價格 這個是事實 不過全世界大概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 大家有一點誤解 我借機會解釋一下 因為公用電 是高壓用電 一般的民生是低壓用電 成本不一樣 也就是說我們政府是拿老百姓的錢去補貼工業部門喔 是不是這樣 不是我剛剛講過 公用電大部分是高壓用電 他的成本比較低 民生是低壓用電 他成本比較高 所以跟委員報告 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 都是公用電 比民生用電啊要低 因為這反應成本 有點像批花跟零售的概念一樣 好那我再請教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在這一次漲的過程中 因為現在說真的什麼都在漲啊 如果你真的非漲不可 可不可以民生用電不要漲啊 因為民生用電只佔了你發電的百分之二十啊 是不是 這個基本上 我想我們在考慮價格的合理化 我們已經長期以來都是民生用電的價格是高於工業用電嘛 那這一次可不可以讓我們民眾稍微喘息一下 我們民生用電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要去跟他漲嘛 另外一個思考模式嘛 考慮的方向嘛 這樣可不可以院長 我跟委員報告嘛 因為我們現在電價在全世界我們是倒數第二 只有一個國家被我們低而已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說 院長你這樣算法也不對啊 我們的GDP跟人家比起來我們不見得我們的電量是最便宜的啊 你如果比照他們的GPD來算的話也不見得啊 我們的確是便宜的 你那都是跟外行的人說的啊 你如果實際上算下去的真的是不值啊 我是做這個一個建議 讓我們民生用電 是不是在這一次能夠不要調 我們會考慮落實族群這個因素 但是沒有辦法答應說什麼